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俊华 今天要在這裡分享 如何選購薩斯風 分享之前 請各位朋友幫俊华 訂閱、分享、按讚 順便打開小鈴鐺喔 俊华呢 只是以這幾年的薩斯風 價格自行做個歸納 希望各大樂器商品太交真 如有冒犯之處 請與俊华溝通協調 再分享如何選購薩斯風 這麼做也只是希望 方便讓更多 喜愛薩斯風的朋友做個選擇 通常分辨會以 普通、進階、高階 三個價位來分別 當然 希望各位能夠理解 玩薩斯風呢 如果有興趣或者是財力 可以去玩更多不同的品牌的薩斯風 其實音色都不太一樣 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覺得都很棒 俊华呢 在這只是做個粗略簡單的介紹 好 第一個先來介紹 初學者使用的入門款 開始初學 建議大家買一把五萬多以下 到兩萬左右的薩斯風 第一個 心比較不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的東西要準備 尤其 吹嘴跟圖片 還有學費啊 其實也花費很多 大家不了解薩斯風的話 百分之百 還是建議找老師幫你去挑選 可以挑選到 較適合的薩斯風 俊华有一點個人想法 既然跟那老師學啊 跟他買呢 稍微讓老師小賺一點也不回過啊 再來 所挑選的也是老師推薦的 對於學習效能也比較好 這是俊华的分享而已 以上只是代表個人言論 僅供參考啦 好 接下來就是中等價位的 大概是六萬到十二萬多的啊 我初估的價格並不標準啊 只是我所知道的範圍 大略抓一下 這價位呢 遇到較多的是管樂團 或者是進階學生會選購 學習者感受力程度更好 時音色與操控性較好的中價位 才會彰顯他的價值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很常遇到學生 樂器摔倒 也較心疼 尤其是初學者 所以不太建議買中價位的 最後則是高價位 十六萬以上 甚至到三十多萬的 但如果是流行音樂的 那俊华建議 大約十六萬多的 就已經算不錯了 當然如果你財力夠 想直接買高價位的也是不錯啊 對於程度的提升 效率確實還是較大 當然 俊华的音樂座又名 事無真正對錯 端看於你怎麼做 但是用正面角度處理 所以各種品牌 與型號的薩斯芬都可以去嘗試 接下來 我會跟大家分享 吹嘴與周邊配備 或者更多樂器 如果有各大廠商看到 可以讓我試試看 各種不同的樂器 或者周邊產品 那就太棒囉 讓我做個業配吧 那我們再來溫習一下 低價位的樂器呢 我們有很多台灣知名的廠商 或者是YAMAHA 或者是JUPITER 當然有一些我不熟的廠牌 的廠商那就抱歉了 低價位的 那中價位的呢 我們台灣有不錯的品牌 那YAMAHA跟JUPITER 也都有 國外的品牌也都有中價位的 那其實品牌也很多啦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高價位的呢 我比較熟悉的 就是SEOMA啦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品牌 也都還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去參考 去選購 那品牌的名稱呢 我就不一一的介紹了 因為也不少 那我也記不住 所以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上網去查看 那君華也會在下面 說明欄的地方 張貼 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知道也有一些網友 有整理出各大廠牌 可以去參考 去留意 去選購 謝謝 好 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現在網路上呢 各種比價也令許多老師困擾 管樂的價格也很固定 不像一些藝術品 或者那些讓人更覺得有氣質的樂器 那價差跟利潤 你無法理解 我也無法解釋 再加上某些知名品牌的管樂 因為還要再被比價 甚至消價競爭 怪不得很多老師 更願意推網路上沒有的款式 就像我接下來要分享的漢堡 甚至早餐店的影片 也是 各家都有不錯的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嗎 不要去打架得戰 做出自己自信 創出獨特 這就是這個世代 還有 老老師買樂器有其好處 就是他可以幫你挑選適合的外 向俊華的強項就是 通常會幫學生將樂器不定期吹開 聽起來很玄 因為我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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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合 很不合 你沒什麼好解釋的 這就是每一個 老師自己有自己的強項 對了 關於樂器的價格與評測 未來有機會再做其他影片 跟各位分享報告 就前所言 估計應該很難有廠商有意願 給我試吹了吧 掰掰 掰掰 最後還是請各位朋友幫俊華訂閱分享按讚打開小鈴鐺喔 那如果已經訂閱跟打開小鈴鐺的朋友 請幫俊華多多分享按讚吧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